在这个周前 他们用这个假的议论来说 这个能够让他们在联邦政府做政府 因为他们已经讲了说 八月会换政府 这个是一趟胡言的 可是有一些人会相信 如果是我们能够保得住我们三个周期 人民就不相信这些谎言了 他们认为可以强前多立 可以用这种的手段来取代这个联邦政府 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是不可能的 因为在人数方面 在国务议论人数方面 我们还是有差不多三分之二 所以这个是没有可能 可是他们会建立这个假象 这个假象 这个议论 这个假的议论 所以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胜利 所以希望我们的支持在海外也好 在外地也好 一定要回来投票